3. 万管综合症 万管综合症早被认识,有各种保守疗法,但收效甚微,也有手术治疗的,却亦引起术后粘连,造成万关节无力。 针刀治疗可取得较好疗效。 临床表现与诊断 1. 腕部有损伤室和劳损室 2. 腕掌侧部肿胀,手掌痛,腕关节僵硬 3. 腕掌面稍偏尺侧有压痛及麻串感 4. 腕关节背驱疼痛加重,麻木加剧 5. 大鱼记肌萎缩,手掌平平 饶侧三个半手指,末节感觉障碍 4. 腕部的表面标志如下 5. 腕部的表面标志如下 5. 腕处腕时,腕前区有2-3条皮肤横纹 5. 腕部的表面标志如下 6. 腕部的表面标志如下 6. 腕部的表面标志如下 6. 腕部的表面标志如下 7. 腕部的表面标志如下 7. 腕部的表面标志如下 8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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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腕部的表面标志如下 可门及万豆骨,在万豆骨远侧端可触及钩骨钩,在饶侧则可门及周骨结结和大多角骨结结。 用力趋腕时可见三条纵型皮肤隆起,中央为长长肌腱,两侧分别为绕齿侧,万曲肌腱。 万管位于远侧横纹的下面,是由万横刃带和万骨钩构成的骨纤维性管道。 万管中有九条屈指肌腱和一条正宗神经通过。 入万管的正宗神经,机智支配大鱼技技。 针刀治疗 一、体位 手掌心向上平放于治疗台上 腕下垫一脉诊 腕关节呈背躯位 二、定点 患手用力握拳向掌侧躯腕 二、在齿饶侧万曲肌腱与远侧横纹焦点的肌腱隆起的内侧圆各定一点。 再在远侧距前定点2.5厘米处各定一点,共四点。 三、皮肤常规消毒 "! 分析代手套铺五锯巾固 如果背固贸起后 Spicer 制变了一个余访 为有获得走开 斜 checkpoint 大家结束 4. 本例手术使用4号振刀 5. 振刀操作 在上四点上分别进振刀 刀口线与肌腱平行 针刀体与腕皮面垂直刺入 深度0.5厘米左右 沿两侧曲肌腱内侧圆 将腕横刃带分别切开2-3毫米 与此同时将针刀侧面沿曲肌腱内圆 向中间平推竖下 目的将肌腱和刃带间的粘连 输拨开来 树后刀口五菌肤料覆盖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注意事项 一 劲刀一定要在尺侧或饶侧两条基建的内侧圆 此两条基建的外缘是耻饶动静脉和神经走行部位 还要紧贴基建的内侧圆 如果靠向中间就可能碰上正中神经 二 在切断腕恒人带时要实时询问病人的感觉 若素有麻木或电击样感觉 立即移动刀锋 字幕志愿者 杨茜